Hello,大家好,我是阿黃,提過就是王 阿黃現在就是垂貨街,垂貨街一樣,一如既往這麼多人流 你可以見到,很多人到一包,二包三包拿的 大家見不見到? 有很多人在裝貨,裝袖,裝袋東西 就一轉其實利潤真的很低,可能180元,40元,50元 但已經足夠,在大陸買回餐菜 但今時今日如果你拿這個價錢會買,基本上就真的買不到 我剛才看了新聞,其實全中國的經濟都在下跌 澳門已經算是不錯了,你看看前面 前面更加厲害,你看看 哇,連阿Sir都出動了 做甚麼事呢?我們看看 好像打架,第一首突發新聞 第一首突發新聞 阿黃看看是甚麼事 喔,是水貨問題,說不清數,說不清數 要帶水貨,說不清數,這條數 所以現在出現問題,兩個老人家在這裏,要生要死 他們現在差不多走了,差不多走了 今天阿黃的視頻到這裏先 有些甚麼最新情況跟大家解釋一下 預告一下,有多少人在看? 可能就是這樣,阿叔 cigar打扮一間酒店 阿黃就不指明是哪間 就想著他去酒水,付了一千元 但付了一千元他之後 他說他沒有收到一千元,大概收了五百元 或者三百元,然後沒有收到錢給阿叔 他就不開心,因為這樣他們賺錢 真是很辛苦很艱難的 哎 真是南韋阿叔真是這麼激動 兩個老人家 只不過想找一餐買的送錢 結果就造成這樣的 不開心和不愉快 其實阿黃剛剛見到阿叔 差點暈倒 真是很傷心很辱絕的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老人家 都是靠這件事維持生活 你們老闆賺這麼多的話 阿黃覺得 無謂跟老人家計較我少少錢 有時候 然後你不計較的 反而做善事好人有好報 今天阿黃的視頻到這裏 這次走水始終犯法 各位拜拜